二战时期,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,在中国的大地上,涌现出了这么一批可歌可戏的女英雄,他们为了民族的崛起舍生取义,甚至不惜杀身成人,可以说抗战能够胜利,这些女中豪杰功不可没,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女英雄可不一般,她一身无意曾徒手杀死过七个日本兵,单片搭在头上都能大难不死,这位女英雄到底有什么神通? 她一个女性是如何手刃七个日本壮汉的呢?这位女英雄有个响亮的名字,银金花,她本是山东人,但是早年家乡遭天灾人祸,于是从她爷爷辈便举家搬迁至河南,本来一家人兢兢业业,日子过得越来越好,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日本人开始明目张胆地侵略起了中国,很快,大半个中国都被卷入了日本人的战火之中, 银金花的家乡也未能幸免,据老人回忆,日本人打过来之后,便开始了狂轰烂炸,在这期间她家里几十抠人,都未能幸免于难,而银金花活了下来,她成了家里最后一个人,按照正常逻辑来看,一个女性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其实不容易生活下去, 但是银金花不一样,她自有学习武术,靠着这个本领,银金花一路流浪到了南边,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看到有部队在招兵,于是一枪热血的她,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了军,可能连银金花自己也没有想到,今后她竟能在重重危机下死里逃生,还能一下子杀掉这么多日本兵。 由于银金花身材高大,人看着也壮实,她没有像很多抗战女性一样,担任联络或者医护这样相对轻巧的职位,相反,她在多次大战中都被委任战斗班的班长,还是抱着机枪带头冲锋的急先锋,多年的征战也逐渐让她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。 据她回忆,日本人经常举行杀人比赛,河道两边堆满了中国军民的尸体,河水也被染得血红。老人的身上至今留有三道深深的伤疤,分别该头上和左右手上,这三道疤恰好见证了老人的三次死里逃生。 头上和右手上的疤是老人在一次战斗中和敌人若博士留下的,那一次银金花的机枪打没了子弹,敌人又像恶狼一样猛冲了上来。 形势危急之下,银金花抽出刺刀准备白刃战,面对比自己还矮的日本兵,银金花把所有的家仇国恨都融在了刺刀中,一刀一刀下去,整整七名日本兵死在她的刀下。 不幸的是,一发炮弹在银金花身边炸响,弹片在她的头上,还有手臂上跨下了深深的血痕,等她再次醒来已经是三天之后了,另一条疤则是在银金花急行军途中,一块百十来斤的山石,突然滑落在她头顶,只见银金花左手下意识第一档,石头虽没夺取她的性命,但却在她的左臂留下了长长的一道疤。 抗战结束后,银金花和丈夫双双拒绝了部队的优待回家种田养老,本来以老人的战绩,在部队中谋个好虔诚,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,但是她常说,国家安定她就很知足了,这大概就是那一代先辈们共同的心愿吧。 然而,临到晚年命运又跟她开了个玩笑,在老人就要过八十大寿的时候,儿子不幸去世了,送别儿子后,老人在孙子和后辈的关怀下,继续着乐观的生活。 如今算起来,老人已经是一百零六岁的高龄了,但是老人的身体却依旧比较健康,生活的艰辛没能阻止她前进的步伐,她终于大踏着步战胜了命运。 从这位老人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,当年那位首任多个日军的女英雄,同时也看到了甘愿为国献身的一代先烈,和平来之不易,愿我们都能够铭记历史,勿望先烈。